明日低温刺骨寒风夹带着肝冷空气 许多人眼睛就会出现肝色啊酸色刺痛 或者是肿痒等症状 这可能就是肝眼症找上门咯 高雄市软综合医院统计这段期间 肝眼症患者增加大约有两到三成 也提醒民众眼睛不舒服 可以先用热肤来缓解 如果说没有改善最好立刻就医 眼科门诊外头许多民众耐心的等候 因为近来温度直直落 再加上南部空气状况不佳 许多人的眼睛出现酸色刺氧或是异物感等症状 很可能就是肝眼症找上门 眼科医师表示低温干燥的气候容易让肋液过度蒸发 无法保持眼球表面湿润 导致眼睛出现肝色刺痛等肝眼症不适症状 严重者甚至引发脚膜上皮受损 是因为冬季的天气比较干燥 然后湿度比较低的问题 所以说眼睛泪血蒸发速度会快 所以肝眼的患者的确是比较多一点 肝眼的症状一般人可能会有刺痛甚至胃光 严重一点可能会造成短障的视力模糊的症状 不论是肝燥的室内或是寒冷的户外 都是容易造成肝眼症的环境 医师也提醒民众避免长时间阅读或是滑手机 如果觉得眼睛不舒服 可以先用热肤缓解或是就医治疗 适当的热肤让我们减板线可以分泌出清澈的油脂 可以锁住一个有一个保水的功能就对了 所以这样可以预防肝眼的现象 如果说你会持续觉得眼睛会痛的症状 然后持续的视力模糊 甚至眼睛扎一扎之后也没有改善的现象的话 我觉得还是要寻求眼科专科医师的建议会比较好 李医师表示 使用消炎药物治疗肝眼症情况 通常一个星期就能获得改善 不过他也提醒中年女性 或是曾经接受过白内障清光炎手术的中老年人 持续的肝冷气候尽量减少外出 同时保持眼球表面湿润 避免肝眼症找上门 请不吝点赞订阅